好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聖誕快樂 阿肥 其實我最近都開始玩CQB 但不知為何 我這支槍經常都會很大力 撞到很痛 我上次就是撞到嘴巴 我想問有甚麼方法可以令這支槍的力量沒有那麼大 即是你正在演繹我 我不是 有的 看來你已經下節省去玩CQB 別管了 總之你教我怎樣令力量沒有那麼大 剛好Mac出了一個WARO 專門給KWA MP7去用 其實這一款WARO除了MP7之外 MP9或者KWA其他的手槍都可以去用 所以就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但其實這個WARO是怎樣用的 其實這款WARO主要的目標是想改善出氣的問題 因為它原裝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個洞 令到每一次出氣的時候 都有機會飛來飛去 但Mac這個WARO 你看到這個位置只有一個洞 永遠只有一個方向 那是穩定一點還是怎樣 一來穩定一點 二來你可以因應你自己的需要去調教力度 因為它這個位置可以 中間這個出氣位是可以被你扭動的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它中間裡面的鋼心 不是再用鋼來做了 已經是用鋼心去做 變相更加耐用一點 嗯 還有沒有多些可以告訴我 下槍之後有什麼變化呢 是否真的會實力了 或者不會在打遊戲的時候會撞到 其實這個設計剛剛跟你說過 就是它可以扭動出氣 這個位置調教出氣量 可以扭動出氣量多和少 沒錯 只要你在安裝的時候 用一支螺絲批 頂著它去扭動 就回角度就可以了 如果你們想知道怎樣安裝 就可以看回我們上一段影片 有介紹的 其實阿肥剛剛講得很詳細 但不試槍又怎會知道分別呢 沒錯 可不可以放在我的NP7上 試一下 可以 我們待會就做一個測試 就是用以全開、半開、四分一開 去做一個測試 看看它們的力度和射速 或者是射的彈數量 會不會有改變 好 馬上去 哇 一來就來到試槍區 那我想問一下 我們試槍有沒有什麼標準 我們會分別用25珠 然後在三隻不同的夾子做一個測試 那這個夾子的設定分別是 全開、半開、四分一開 以及一隻原裝夾子做一個測試 那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快點試試吧 GO GO 那現在我們就試原裝夾子的力度 都是同樣用25珠的 好 現在這隻夾子是全開的 好 那現在我們就試半開的情況 好 那我們現在就試四分一開的下掛了 咦 三妹試完槍 是不是很開心呢 當然啦 其實我也感覺到 是挺明顯的 是有分別的 那阿肥 我的槍就交給你 幫我弄弄它了 好 沒問題啦 好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按個like 和share出去 告訴你們朋友 原來MACWALO 都可以做到減力省氣的效果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記得上我們PTS Steel Shop的官網選購 好啦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